台东子弟 马洁医院 台东分院 身心科 洋葱园医师 平常省吃减用 却捐出三分之二的薪水 帮助远在西藏的贫苦人家 而且持续九年 热度不减 一个比较穷人家的孩子 在整个过程中得到很多人的帮忙 然后让我今天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那当我看到这些贫穷的人 看到他们生病了 没有人可以去帮忙他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想法说 我能为这个村庄做什么 肯定杨医师的人很多 从新书发表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就可以看得出来 台东县长黄建廷 立委刘兆豪 台东县议会议长饶庆林 都亲自到场祝贺 灌溉云集 但是其中有一位穿着朴实的是杨妈妈 知子墨若母 儿子的疫诊难免有人不认同 做妈妈的心很疼 不禁哽咽 希望说大家能够支持他这样 不要反对他就好了 身体健健康才能够去做 身体如果不健康怎么可以上山去 帮助人不容易 有了想法 接下来的勇气和执行力更重要 有很多人常常想等我有能力再说 实际上不见得是这样子 每一个人在平常每一天 你有时候只是多付出一点关心 不见得是一定要很多钱 都可以其实都可以做到更多的付出跟奉献 新书上架不到一个月就迈入第三刷 销售量超过了5000本 知名度大增 杨医师勉励自己要谦卑 提醒我做照的朋友 当我有任何的一点点改变的时候 一定要提醒我 因为我觉得 我只是做我刚好能做的事 并不是一件特别的事 想到过世的父亲 杨医师不仅鼻酸也红了眼眶 爸爸生前的病痛 更坚定杨医师 借由行医助人的理念 杨医师加油 然后台东有你真好 台湾有你很光荣 东台新闻黄威台东市报导